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来看 通过PHP的语法怎么来写呢 好 首先我们将这个中文给注释起来 好 通过PHP的语法来写这个类 它是这么写的 首先要以class关键字开始 这是语法 这是死的 我们一定要背下来 然后后面我们写类名 好 类名我叫做person 回来 类名我叫做person 那么在这个里面就会有属性和方法 那么属性对应到我们的代码中就是变量 我们要这么写public.h 方法对应到我们的里面 就是方法 public function 好 这里面要以class开始 空格 然后类名 大口号里面写你这个类的定义 属性对应的是面量 行为对应的是方法 好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public 现在呢 我们先这么写 回头我们讲到继承的时候 会详细的讲解public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打印一句话 echo 我在吃饭 好 保存一下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定义了一个类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是 这个类名的命名规范 打开我们的笔记 命名规范 类名一定要遵从大驼峰原则 好 那么什么叫大驼峰原则呢 比如说你的类名叫做person test 那么如果将这个变成大驼峰原则 它的写法是这样的 person test 那么如果把它变成小驼峰原则 它的写法是这样的 person test 那么我给大家写到这之后 我相信呢 大家也已经看出来了 大驼峰原则 它的意思就是 每一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都要打写 小驼峰它的原则是 首字母全部小写 再往后每一个单词 第一个字母要打写 好 我们的类名呢 要遵从大驼峰原则 好 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之后 下面呢 我们来看 如何来创建对象 打开我们的代码 现在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类 我们都知道类呢 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好 那么如何通过类来定义一个具体的对象呢 在php 中 它的写法是这样的 dollar 小名等于 new 一个 percent 括号 然后我们通过verdumpo来打印一下 dollar 小名 看一下它的类型是什么 好 那我们将它最小化 将它也最小化 打开我们的wamp server 打开 打开我们的谷歌浏览器 我这里面做了一个域名 所以呢 我写 3w.test.com 好 打开 1 走 class.php 点击 我们会发现 这里面它是object 而且呢 是person类型的 里面有一个属性 是a节 它是一个空 因为呢 你还没有给值 好 那我们创建对象的方式 这是第一种 我们通过new关键字 然后后面写 类的名称 然后加上一个小括号 当然 这里面的小括号呢 也可以不加 现在呢 我取消掉它 我们保存 再来运行一下 走 我们会发现呢 还是一样的 这个小括号 可加可不加 但是呢 我推荐大家的 都加上 好 这个是我们定义 对象的第一种方法 来 我们把这个呢 给组织起来 那么定义对象呢 还可以通过第二种方法来定义 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类名字符串 来直接定义一个对象 好 类名字符串 我们首先将 类名字符串 给到一个变量中 那么这个类名呢 叫做person 我们将它 给到一个变量中 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变量 再去实力化一个对象 $小名 等于new一个$类 它还可以这么写 有类名字符串 我存放到变量中 然后通过new关键字 来创建一个对象 还可以这么写 来 我们来 刷新运行一下 我们发现呢 还是一样的 所以呢 创建对象呢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通过类名 直接通过类名 第二种是通过 类名字符串 可以创建对象 这是创建对象的 两种写法 再往下 对象访问属性和方法 那么现在呢 我们对象已经创建了 那么这个小名 它肯定有年龄 也有这个e的方法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打印一下 小名的年龄 那么如何通过对象 去访问自己的属性 和方法呢 在php里面 是通过这么一个连接符号 减号 大约号 然后写你的 age 好 保存 我们来刷新一下 我们发现了 是num 这里面需要注意 我们对象访问 自己的属性的时候 前面 不加dollar符号 在这里 不加dollar符号 在这里 不加dollar符号 好 我给大家强调了两遍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访问 这里面的属性了 当然 现在呢 这个age呢 它是空 所以我们打出来呢 也是空 我们将这个 阻止一下 那么通过这种连接符 我们就可以去访问 里面的 抽原属性 那么 怎么来调用里面的方法呢 写法 是一样的 我们通过 dollar 小名 让它来 it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面写 函数名 然后后面 以 小括号结尾 这里面写函数名 然后这以 小括号结尾 这样 我们就会去执行 这个对象中的 这个it方法 来我们保存一下 来到浏览器 稍微一下 我在吃饭 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通过 对象 去访问里面的 属性 和 方法 好 那么这种访问属性 我们叫做 读取属性的值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置它 好 我们来设置一下 那么设置也是一样的 首先你通过 dollar小名 它的age 让它等于18岁 然后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dollar小名 它的面令 好 我们保存 来 运行 18岁出来了 好 我们通过 对象 来访问 属性 和方法 是这么来访问的 小名 name 等于小名 然后 让小名呢 去调里面的方法 好 方法名 然后 小括号结尾 要注意 方法名 小括号结尾 访问 属性名 前面 没有 dollar符号 访问属性名 前面 没有dollar符号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大家再见 我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